兄弟们今天咱们继续探索这个豪华建筑 对于这个建筑啊我真的是不想废话了 咱们直接上重点吧 这里面大大小小的宝箱开了许多许多 那么这个建筑最值得探索的两个地方 我认为啊 第一个就是我目前探索的这个地方 这应该算是豪华建筑的主楼吧 那么这个地方会有什么宝贝呢 哎你先别着急 喜欢本期视频 不要忘记留下你的关注和点赞 点赞破三个我就加速更新下一条吧 顺着楼梯上来之后 首先呢这里有几个宝箱 还有几个刷怪龙 宝箱里的物资啊 司空见惯 这样的宝箱在这一层一共有两个 同样宝箱的旁边都会有一个刷怪龙 由于我速度很快啊 刷怪龙根本就没来得及刷新 搞完这两个宝箱 咱们继续向上走 咱就说兄弟们 你没点实力你敢来这里吗 全只穿着下戒合金装备的石壳呀 咱先不说有没有实力 你没个夜市你都不敢过来 你根本就看不清 这一层没啥东西 刷怪龙直接给它挖掉 然后呢我们就来到了最顶层 最顶层没有别的 只有一个箱子 打开箱子看一下 感觉应该宝贝很多啊 其实呢相对于别的宝箱来说 这个宝箱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光钻石就有29颗 甚至还有下戒钢定以及烈焰粉 那这个下戒钢定能干嘛 简单让大家看一下 它是一种稀有材料 制作出来的装备也是非常厉害的 甚至可以加0.1的攻击伤害 行了 当时我还没有这把超级无敌 附魔弓在外面用稿子挖了吧 我还纳闷着 这是个什么地方 怎么全是黑钥匙 现在兄弟们再看 进来以后我都惊了 果然啊 用黑钥匙做的房子都不简单 兄弟们看到这一堆钻石块 绿宝石块加黄金块 我都不想努力了 这个还努力啥呀 这还一夜暴富有没有 所以兄弟们 你们还愣着 赶紧把666打在宫屏上啊 再看看这个宝箱 果然又没让我失望 今天绝对是 实现钻石自由的一天 拿它就完了 白瓢就完了 只不过很可惜啊 这装备武器的属性不咋地 这为啥偏偏都要带个劣质呢 其实说实话啊 也就是我现在装备武器多了 带个劣质 你还别说真没啥 只不过我这个人强迫这儿 一带着劣质 我都不舒服啊 不知道有没有兄弟们跟我一样 反正带着劣质 我是不会用 行了啊 豪华建筑到目前为止 那就探索完毕了 得到的宝贝 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 那么接下来 我要干嘛 在沙漠中遇到的另一个飞船 我要给它探索完 上次探索这里没能成功 那是因为我没有超级无敌附魔弓 今天再来那肯定不一样 上来之后 我就是嘎嘎一顿乱杀 兄弟们 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那么探索这里 我只有一个理由 其实我特别想得到一个翘翅 因为我之前玩的时候吧 我得到过一个翘翅 那后期 不管是在主世界 或者是下街探索 甚至是挑战boss 那我都是游刃有余 来去自主 可是这几次就邪了门了 连续探索了两个大型飞船 一个翘翅 我都没有得到 打开箱子之后 全是这种破烂玩意 不得不说搞得我是非常的懊弄 回家之后 今夜等一兄弟们看 现在我是91级 不要问我今夜等一 为什么长得这么高 首先第一个 就是我聪慧一的帽子 第二个就是 咱们有了这把弓之后 打精英怪 那掉了的经验 现在也是非常的多 刚才有多少整了点魔力 我准备把我这个聪慧一 给它升到聪慧三 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 在这个无限生存中 最不缺的就是经验 前期当然还是很缺的 只不过后期之后 我真的不吹牛 随随便便一格 那都是一千级经验期 那么既然这跳吃不好找 我就想着 或训练一下干的别的事 有了一把远程攻击的武器 咱还缺一把近战武器 近战武器我思来想去 除了咱们植物魔法中的 泰拉之嫩 好像在这个生存中 就目前来说 还没有什么武器 能比泰拉之嫩好的吧 可是制作泰拉之嫩 我们就需要很多魔力 于是我就出门开始挖煤炭 毕竟我有一把失明三的稿子嘛 挖煤炭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 在这里听一下 刚好这个小怪掉落了一个东西 那就是现在地上的这个神奇碎片 神奇碎片如何掉落 其实我说一实话 到现在我也搞不懂 但是这个东西呢 绝对是个好东西 九个神奇碎片 可以合成一个完整的 类似于铁定的神奇钉 九个神奇钉 可以合成一把神器 感兴趣的兄弟们 可以多多打怪 多收集一些神奇碎片 等你们凑够之后 看看合成的神奇 会刺一把什么神奇 挖了很多煤啊 回到家之后 有粉丝跟我说 为什么要去挖煤呢 你搞一把冶炼之地的斧头 他不像吗 砍树就直接可以掉落木炭 这多死一件美事 听完之后 我是恍然大悟啊 安排 必须安排 为了砍树得到更多的木炭 我还特意来到了热带雨林 众所周知 热带雨林的树呢 是又长又粗 看起来那叫一个爽 哎 不对 怎么只掉落了一块木炭呀 好家伙 我知道了 我现在坐着这把斧头啊 是一斧头可以砍倒一整棵树 然而他这个冶炼之力呢 只可以冶炼斧头碰到的那根木头 所以怎么说兄弟们 我感觉还不如挖煤呢 在挖煤的路上 我还碰到了一个扭斗者的老窝 在这里又是一顿嘎嘎乱杀 根本就挡不住我 无人能敌 不仅如此 在大海里还遇到了一个海盗船 这群海盗全是骷髅所办 令我非常纳闷的是 我的这把超级无敌 附魔工在人家面前就是个弟弟 你看这帮家伙的血量并不多吧 但是我一件居然拿不下 后期我才知道 不是我的件威力太小 也不是他们的装备防御太高 是他们的装备上有一个属性 叫偏转 我的件射过去 很大几率都是射不中的 即便是有时候射中了 伤害也很小 所以咱就说兄弟们 只有远程武器 没有近战武器 它能行吗 万万不行啊 这最后呢 我一看情况不对 本想撒腿就跑 谁曾想 没跑了 没关系 成功的路上难免有翻车 这更加坚定了 我要做一把泰拉之类的决心 制作一块泰拉钢 到底需要多少魔力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 说实话啊 我吃亏了很多次 我感觉在这里呢 我有必要提醒一下大家 注意两点 制作泰拉钢之前 当你放上魔力珍珠 魔力钢钉 以及魔力宝石 在这个时候 你千万不要靠近它了 因为你放上的同时 它就开始注魔了 在注魔的过程中 这三样东西 一旦有一个离开 你前期注的魔力 全部都消失 所以你最好离它远点 防着玩家里的太近 自动失去 第二个就是 因为我之前就是啊 因为魔力不够 搞得时间太长 导致我放到 泰拉能力版上的物品 全都刷新了 那么魔力池的魔力 到底有多少 才能让我们制作出一个 泰拉钢呢 来兄弟们仔细看这个魔力池啊 我给你简单标注一下 当你的魔力到这个位置 应该就是八九不离十了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啊 你最好就把这个魔力池 都给它填满 填满魔力池 我不知道得需要多少煤炭啊 但是我附魔一个泰拉钢 由于我之前失败的次数太多 再加上之前呢 我挖到煤炭之后 我基本上全都是 把两三组煤炭 往地上一丢 我就不管了 最后说实话 这些煤炭呢 是被变成的魔力 还是被刷新了 我都不知道 所以在这里呢 也是建议大家 一次性不要放那么多的煤炭 看它快烧煤了 你再给它放 这样的话 唯一的缺点就是耗时间 好处就是 你比较稳 不浪费煤炭 合成第二块太拉钢 我给你们简单看一下 兄弟们 现在我魔力池里的魔力 足够合成一块太拉钢了 如果你们搞的话 就按照这个数量 就搞就行了 近距离 让你们感受一下 魔力消耗 这里视频 我稍微加快了一些 实际消耗要比这慢 大概等魔力池 见底的时候 我的太拉钢 就制作完成了 兄弟们 真不容易 近战武器也有了 那么接下来 我就要给我的太拉之刃 又要搞附魔了 给太拉之刃 搞附魔之前 我还说过 还得是需要魔力 因为我们需要这个 魔力附魔台 来给它刷附魔书 没办法 这个前期啊 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旦我的无敌附魔弓 和太拉之刃 拥有了超权的属性 接下来 你们将看到的 就是我开挂一样的人生 太拉之刃 攻击伤害不高 但是攻速可以达到100 我们随便给它砸几个 像抗龙幽毁了 铁龙在冤了 什么武将之刀了 锋利了 这把刀 到达20的攻击力 应该还是可以的 那就OK了兄弟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 不见不散